好 那同学我们再来看到第11课的第二部分 In addition 那这边In addition的话当然是承接 同学还记得吗 我们前面的课文讲到什么 讲到说你常常笑 它可以给你很多一些正面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可以让你的肌肉放松 可以让你的心肺 可以得到训练 然后它说就好像一个internal jogging 好 那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但是这边的话当然除了这样之外 它还要再跟你讲一些更厉害的 所以它说In addition 除此之外 Laughter can stimulate the body's production of immunoglobulin A 或者叫做IgA IgA不是IgA IgA is what the body uses to fight colds and the flu IgA is what the body uses to fight colds and the flu 这边的话呢 这一个what the body uses to fight colds and the flu 这边的话我们也说它是一个什么 也说它是一个所谓的 Noun clause 是一个名词指句 就是用来告诉我们说IgA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what the body uses to fight colds and the flu 所以这边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名词 然后再用另外一个what的这个名词指句来做解释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就好像你也可以讲说 A parrot is a bird 是不是 或者是A bird that talks 或者是A bird that imitates people's speech 之类的OK 好那基本上 A parrot is a bird IgA is what the body uses to fight colds and the flu 其实这个结构在这边是一样的 基本的大结构 但是只是这边的话 它后面把它变成一个名词指句 这样OK来说明这个IgA是什么东西 好那我们再来稍微看一下 这个名词指句内部的结构 好你看到这个what 这个what的话其实就是the thing which 我们可以这样子代替 当然其实实际上在用的时候 其实不会有人讲the thing which 因为那样子修题上 好你就直接用what就好了 好这个what是当做什么咧 当然它是一个连接词 没有连接词哪来后面那个句子 好但是你看到what the body uses the body uses uses什么东西 what这个what的话呢就是当做use的寿司 身体用这个东西to fight cold and the flu 是这样子的了 ok several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after people watch 30 minutes of comedies the level of IGA in their blood has increased 哇这看起来蛮厉害的 虽然我们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 每一个人对笑话或者是对于这个 喜剧的一种感受可能不尽然相同 不过他们在这边做实验应该是有做一个 先做一个比较比较严密的一个计划跟评估吧 要不然的话基本上我有时候就觉得 有些综艺节目里面实在是一点都不好笑 不过说实在我也不爱看就是了 ok 出过这个纯粹个人喜好问题 what is more 他说还有除了刚才的讲到说这个免疫啊 免疫能力会提高之外这个免疫球蛋白 他说what is more 还更有胜者 还有 这个what is more 的话是再做个强调 他说而且怎么样 these studies included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他们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都不是只有找某一个年龄层的 而是各个年龄层的他们都找 告诉你说这个是一个所谓的骨骗的现象 ok although no studies have been able to show a clear link between laughter and pain reduction 好 那这个的话等于是在前面那边 前面那个看起来是比较有所谓的科学实证的东西 先讲完之后后面再讲一些所谓的现身术法 因为他说no study 还没有任何的研究对不对 have been able to 好 have been able to 这边我们看到基本上是这个have been have been 的话那当然就是现在 对现在完成式对不对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研究能够怎么样呢 show a clear link link还记得是什么吗 yes connection ok show a clear connection between laughter and pain reduction 没有办法去看出一个很明显的连结啊 好 那既然没有科学研究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使用者意见现身说法 ok 当然现身说法有时候真的是戒人见智 然后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 不过呢他这边说many patients ok 他们到医院去对病人做调查 many patients have reported 他们呢有呢 告知 report 报告 那也就是说如果有人 如果说你如果这个 感觉到这样的话 告诉我们跟我们报告 跟研究人员报告 所以他说many patients have reported a decrease decrease 这个减低这个字啊 如果念当作名词的话 我们是念decrease a decrease in pain after a good laugh ok 是这样吧 好 那就像上次有同学讲说呢 如果呢 刚刚做完 很猛的做完 两过七座 或者是呢 可能 那个部位啊 胃啊这边的话呢 如果有开刀受伤的话呢 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 ok 好 他说呢 this reduction in pain may result from result from 还记得吗 我们说result from 叫做起因于什么什么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result from 他说呢 可能是起因于chemicals 起因于呢 这些chemicals 这些所谓的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是什么 produced in the blood ok 还记得吗 这个我们在前面呢 有提到过的 所谓的呢 把这个形容词子句啊 把它缩减成分词片语 那你原来呢 应该是chemicals that 或者是which are 或者是which have been produced ok 好 那其实因为我们呢 只要用produced一样呢 可以达到这个表达意思 我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前面的这个关系代名词 跟这个are 或者是have been 意思都没有问题 这边呢 都会把它省掉 意思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ok 所以就说 result from chemicals 好 是什么样子的chemicals produced in the blood 血液里面呢 产生的化学物质 这样ok 好 起因于这个东西 这个result from 好 那result from 我们之前其实曾经看过啦 比如说 you can say 比如说 前一阵子 前几天的话 有几天空气品质不好嘛 对不对 好 那你说 the hazy atmosphere 然后这个大气 然后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霧 这样子 然后我们所谓的说呢 这个霧霧 hazy hazy result from the air pollution produced by chemical factories ok 或者甚至于就是买 买的话 我们其实就叫做haze 所以你可以说 the haze may have resulted from the air pollution produced by chemical factories ok 好 这边有问题吧 好 那相对的来讲的话呢 我们这边用一下reply 相对的来讲的话呢 你说造成什么什么 我们说起因于什么 result from 后面是加原因 好 但是如果是造成的话 导致我们叫做result in 对啊 没错 这样ok 好 比如说你说呢 emissions from cars and factories may result in global warming ok 然后你说呢 这个车子啊 跟工厂排出来的废气啊 可能会result in global warming 可能会导致这个全球暖化 ok 好 好 来我们再往下看 他说 also patients might feel less pain because their muscles are more relaxed or because they are simply distracted from thinking about their pain be distracted from 被呢 从什么什么东西旁边拉开啊 被分了心这样 ok 因为可能生病嘛 原来都一直在想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那因为呢笑的关系 因为看一些有趣的东西 所以这边其实就是他为什么说呢 他这边没有科学的实证 因为呢也有可能是心理因素啊 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分心的太好笑了 所以就呢 没有去想说 哎 比如说身体哪里有病痛 没有 比较不会把那个注意力是放在那一点点 因为有时候你注意力是放在某个东西上面 即使他是小事也会被你放大 是不是 ok it doesn't matter what the truth may be 嗯 it doesn't matter what the truth may be 其实这边的话呢 是说what the truth may be 这件事情 事实到底是什么 这件事情怎么样 doesn't matter ok 如果我们以节课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what the truth may be 才是我们的主词 不过英文呢不会这样讲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it 我们之前讲过的虚主词 来补一下那个主词的位置 it doesn't matter 什么事情doesn't matter what the truth may be 哎 这句话讲的有点不太科学 好 不过呢 他这边因为凡事在讲现身说法 好 他说呢 为什么他说 事实是什么其实不太重要 他说since 因为 since的话我们说因为 there are plenty of people who would agree with the comedian 同意某人 我们用agree with somebody 如果是同意某事的话 那就是agree about something 这样 ok 这边我们要分清楚 好 那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since since since 虽然说我们说相当于是因为 但是since跟because有个差别 在于什么 在于since的话呢 他讲的是 已经存在的 也就是说已知的理由 因为他这边 那对我们来讲没有已知 但是呢 对于写这个文章 因为他们是美国人 他们呢 很多人都认识这个 美国很有名的一个 之前的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 ok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寄存的一个理由 寄存的原因 因为呢 很多人呢 他大概都会同意这个人所说的话 其实这个是一个概念 ok 他说呢 他说呢 他说会agree with the comedian Rautomart who once said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斗点 加上弯带的这个用法 还记得吗 好 我们说这个是什么 限定还是非限定 非限定 非限定 我们看到一个斗点 斗点的话就是表示把它隔开 对不对 你在这边呢要喘口气 好 那既然是隔开 喘口气 表示后面那个事情跟他怎么样 关系没有那么密切 所以是叫做非限定 只是一个补充说明 我听一下 然后又想到什么事情 再告诉你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或者是说 因为前面那个人呢 你不用去限定他是哪一个 什么叫限定呢 比如说我昨天买的书 现在在公园里面走的那一个老人 你说我看上的那个背包 这个时候都是有限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不能够用斗点 因为众多背包当中 你看上的你选中的 你想买的那个背包 就那么一个 你要限定是他 但是还有很多别的背包啊 对不对 但是呢 这边这个grouture marks 他只有一个 这样子 好 那所以呢 你不用去限定说 有那个grouture marks 讲这句话的grouture marks 也不会有别的grouture marks 所以这边你不需要去限定 因为他只有一个 所以他说呢 这位先生他有一次就这么说 a clown is like aspirin is like 他就像是aspirin only he works twice as fast work work的话我们说这边叫做什么 当你在讲药的时候 或者是在讲某个东西 然后他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work叫做 发挥功效 这样子 ok 好 他说呢 他发挥功效呢 是怎么样 他的那个速率 twice as fast twice 我们叫做 two times 对不对 two times as fast ok 好 这边是拿什么 拿a clown 跟aspirin 来比 那a clown twice as fast 他发挥功效是怎么样 是呢 跟他比起来是两倍这么快 ok 如果要把他比较完整一点写完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说那是 two times 或者是我们说 twice as fast as aspirin 应该是这样子 ok 不过后面不写的话 意思上也不会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就不用特别写 那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觉得他基本上他就是认同说呢 这个听笑话 可以看一个那个小丑表演 听笑话的话呢 那个效果 远比怎么样 远比RCT比较来的好多 那也就是说开开心心的笑 ok 是更好的一个幽默感 开开心心的笑是一个更好的一个 止痛剂 是这样子的意思 ok 好 那 在这个一波三折之后 电脑当机之后终于还是把这个影片完成了 那同学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上课的时候 或者是能利用课堂 课堂这个课议的时间 我们可以再做讨论喔 好 那我们第十一课的影片就到这里喔 拜拜 拜拜